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2018年的6月1号 9月早晨起床 穿上舞蹈裙 到幼儿园参加演出 度过属于自己的第四个儿童节 我是下午来接的他 很开心 穿着学校发的那种舞蹈校服的裙子 然后蹦蹦跳跳的 等等我 快来 妈妈拉手手手 你自己走 第二天起来的时候 说话有点慢 我就心思可能是不是六月儿童节 他出汗太多了 有点感冒了那种 然后吃饭也不太好 6月3号那天 就明显走路有点不稳 然后下床的时候摔了一跤 9月身体的异常 让小米隐隐感到不安 6月4号 家人带领9月来到当地医院检查 经过诊断 医生确定 9月脑部存在站位性病变 建议到北京做进一步检查治疗 随后 家人连夜开车赶往北京 9月 怎么了 早上去挂了号 人家就光看了那个 就是CT的影像 就说这个应该是弥漫性的胶质瘤 而且是长在脑干部已经没有手术治疗的意义了 建议我们去问问就是放疗或者是化疗科的 看看那边就是说能不能延续下生命的意思 那一瞬间感觉天都塌了吧 接受不了 我说每个好的孩子怎么就这么无药可救了呢 他还一直给我擦眼泪 问我妈妈你为什么哭 是不是我不听话了 面对女儿的询问 小米不知该如何回答 4岁 对于很多生命来说才刚刚开始 但是对于9月而言 命运似乎已经在宣布它即将结束 下午排队到风调科 说有一种叫什么强效的打上去之后 有两种可能 一种是可能延续一到两个月的生命 一种可能就是马上生命就结束了 而且如果说延续生命的话 孩子会比较痛苦 冰冷的诊断结果让小米悲痛万分 经过慎重的考虑 家人最终做出了艰难的抉择 当时我们就在想 与其让他痛苦的再过一两个月的话 我们还不如让他开开心心的 这也是医生给我们的建议 说孩子回去好吃的好玩的 带他好好玩玩就行了 反正也不知道孩子能不能听懂 还有礼貌 从医生办公室出门还跟医生说 谢谢叔叔 叔叔再见 那也是可能大夫 唯一冲我们笑的那一下 就是这一个瞬间 九月的病情发展迅速 从走不稳到站不住 再到需要躺着 仅仅不到两周的时间 尽管家人一直想通过努力 挽救这个小生命 但最终不得不接受现实 因为孩子从生病了 他都挺坚强挺快乐的 哪怕他后来都动不了了 他会跟我做游戏啊干嘛 他的情绪甚至比我还坚强 那种感觉 我还在想是不是 就是因为他太坚强了 所以他哪不说 他不跟我说呀 苦不苦啊 妈妈 还挺好喝的 解决痛苦最好的方法 是付出比痛更多的爱 绝望中 妈妈希望通过另一种方式 延续九月的生命 我觉得这是最好的结果 在六月的七号左右 打我们的热线 说他的女儿经过青岛的各大医院 还有去了北京的医院 确诊是一种脑干的肿瘤 无法医治 他想捐献他的器官 好 今天来到演播室的是两位老朋友 这位是律师黄丽玲 这位是央广评论员王磊 那么今天呢 我们主要围绕着器官捐献 来进行这个话题 什么是器官捐献 另外呢 器官捐献在我国目前 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水平 黄律师 您先给说一下 器官捐献呢 就是说在医学上被判定死亡 或者是脑死亡的人 那么它的器官呢 在一定存活的情况下呢 是可以移植给 需要接受器官移植的病人的 那么这个对于 这个需要接受移植的病人来说 是一个福音 我们在2007年的时候 国务院颁布了 人体器官移植条例 这是一个国务院法令 但是呢 与之配套的具体的操作的细则 并没有跟上 所以呢 这个在操作过程当中呢 还是会有很多问题的 所以目前而言呢 我们国家的这个器官捐献率 和需要器官移植的这个比例 缺口还是非常大的 那这个比例到底是一个 什么状态呢 王磊 你了解 实际上 整体上我们国家的 公民捐献器官的这个数量 本身是在不断地上升的 那18年底 有一个统计数字 说是6302例 那这个数字在全世界 已经是排名第二了 但是呢 因为我们国家的人口比较多 所以这个数字呢 如果放到整个人口的 这样的一个大池子里头去 它实际上的这个比率 是非常低的 我觉得器官捐献的 这样的一个现状 不是特别的乐观 好的 我们接着往下看 虽然九月妈妈 她决定捐献九月的器官 但是妈妈的想法 会得到其他家人的认可吗 另外 小九月的器官移植 能否顺利地进行呢 就在想着孩子来这世界上 才四年多还不到五岁 他还有太多的事情没去做 太多的世界没看到 还有那么多美好 没有体会到那种感觉 所以说就想着 眼睛如果留下来的话 以后还能再看看世界 还能让心脏再继续跳一下 那种 器官捐献都是双盲政策 两年之后患者康复得好的话 也许有希望我们还能再见一见 可能是能感受到九月 还活在这个世界上 这种感觉 这也是心啊 好 他特别喜欢笔心送给别人 那天到晚就研究了 怎么样都拼出心的形状来 我这么熟 说九月 我说你的心 可以去救别的小朋友 你愿不愿意啊 他说我愿意啊 我说那咱们拉狗狗好不好 我们一定要去救过别的小朋友 好不好 根据他的这个情况 上门去给他办理了登记手续 当时呢 九月呢 意识还是清楚的 但是活动明显的受限 要是做起来有困难 大部分时间是躺着 整个这个家庭呢 都了解器官捐献这个事 而且呢 非常认可 2018年6月14号 在青岛市红十字会的见证下 小米签署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登记表 同意九月去世后 捐出心脏 肺脏 肝脏 肾脏 和眼角膜 姐姐 我们按了这个 我们就可以救更多的小朋友了 对不对 高不高兴啊 他妈开始提出的 所以又捐那个 我不同意 我开始也不懂 我又把那个眼睛给他玩去 我以为那么个样 我说那个孩子早上那么挺漂亮 你为什么要那么长 对后他妈说 不是的 这个眼睛没弄着 对眼睛没什么其他影响 他说个孩子信任那个好 他说把信任要怎么弄出去 对后来我一想 我说好 他从头把这个孩子 这些器官留在这个身上 什么眼睛又还活着 是不是 我这么一想 我就相同了 2018年6月16号下午 9月病情加重 住进清大妇院 器官移植中心 捐献监护室 虽然经过医生的全力抢救 暂时生命体征稳定 但从这一天起 9月就再没有醒过来 17号上午 我去看他的时候 他能听见我说话 心跳会有反应 我跟他说话的时候 他会慢慢地流眼泪 然后可能也是 好像小孩听我去的 一天没见着妈妈的那种心情 就听见我声音掉眼泪 我跟他说 我说9月 我说这里妈妈进不来 妈妈就在门口等着你 陪着你 你乖乖地睡觉好不好 当时又插着气管 说不了话 他的舌头会这样 然后嘴巴会动 意思是说好 看着他舌头在动了 妈妈答应你的 去救别的小朋友 妈妈也帮你 签好字都做到了 他也说好 我说你要是能听见 妈妈说话的话 我说你拉拉妈妈手吧 拉拉一下我 跟他说了这些话 我说你就好好睡觉就行了 别去想那么多 但睡着了就不难受了 你说他也流眼泪了 这回见面之后 再见他的话 他就真正都能死亡了 他才听到我的声音 心跳也没有任何反应了 他就那么听话 真的就这么睡过去了 2018年6月21号早晨7点58分 小九月停止了心跳 最终经过评估 九月的肝脏 两支肾脏和一对眼角膜 符合捐献标准 随后通过中国人体器官分配 与共享计算机系统 找到了合适的受捐患者 小九月成为青岛市 第524例捐献者 他的名字被眷刻在青岛市浮宁园 奉献林的纪念碑上 供人瞻仰 九月离开后一周 记者从青岛市红十字会获悉 九月的器官和眼角膜 都已经成功通过手术移植 到了匹配的患者体内 让五名受捐者获得了新生 其中九月的肝脏 移植给了一名 年龄于九月相仿的小朋友 也许他就是天上医学天使 他下凡来完成自己的任务 就度假成功了 然后就可以回天上去了 希望那几位受捐患者 能好好康复 不管有生之间 能不能再见的 至少我觉得他们还是 替九月活下去了 九月 妈妈来看你了 你在天堂过得还好吗 妈妈一直都很想你 想你们了 我们注意到 刚才这个短片里边 这九月妈妈 小米征求了九月的意见 问她愿意不愿意 捐献自己的器官 那九月非常明确地 表达了自己的意愿 而且也在登记表上 按下了自己的指纹 那么之后 这才算是达到了捐献的标准 在这就想和二位探讨一下 对于普通人来说 器官捐献 它的标准到底是什么 另外像九月这样的未成年人 他们可以进行器官的捐献吗 如果可以的话 标准又是什么呢 您刚才说的那一句话里面说 小九月在这个申请表上 摁下了自己的指纹 这样的话 这个标准就达成了 其实这个在现行的法律体系下 是不能够成立的 因为我们按照人体器官 移植条例的规定 只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才能决定捐献自己的器官 那么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是被排除在这个主体之外的 它实际上是涉及到了 一个伦理的困境 就是我们认为说 这些小朋友 如果在他生前 按照自己的医院 按下了自己的手印 是不是他自己 真实医院的表达 因为我们都知道 小朋友他本身 自己可能还心智不全 在很多时候 他的思想或者他的想法 是在大人的影响下形成的 那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他来按一下这个手印 那是他真实的医院表达吗 如果是生前的话 只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能够决定捐献活体器官 以及自己将来 这个身后遗体的捐献 这包括两层意思 一个是活体器官 一个是遗体的捐献 那么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按现行的法律规定的话 是不能决定捐献活体器官的 那么在他去世之后 如果没有曾经表示过 反对意见的话 他的父母配偶和成年 子女有权利决定 是否捐献他的遗体 这个也是对于 公民的一个人格权的尊重 我觉得法律是为了解决 这个伦理困境 所以才这么规定 对 其实现在还有一种观点 就是他的态度更决绝 就是说无论这个小孩子 叫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是吧 他生前 不管他表达过和没表达过 愿意捐献自己的器官 或者是死后捐献自己的遗体 那么在他死后 任何人都无权处置 他的身体的任何一部分 那么对于这样的观点 你们又怎么看呢 这种观点应该是说 他充分肯定了 这个人的法定的权利 但是我们说 从这个法律来说的话 各种权利应当是 完整地延续的 如果是他生前 他明确表示过 或者反对的时候 那么别人不能够 处置他的遗体 但是如果他生前 没有做出明确的表示 当人的生命逝去了之后 他已经不再是 我们法律上的一个人 但是他的人格权利 在人去世之后 还是应该得到法律的保护的 那这个保护的主体是谁 还是由尊重他的监护人 或者说是这个 我们说的父母配偶 和成年子女 就是和他最近的人 我稍微提一个不同的意见 我同意刚才 黄玲玲医师所说到的 他对这个观点的看法 但是我也能够完全理解 就是刚才曹东提到了 就是这种观点的人 提出来的这个观点 他们的意思是什么意思 他们是想表达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意愿 什么样的一个目的 我觉得他们的目的 实际上就是为了保障 公民的人格权 生命的这种尊严权 让大家能够充分地 尊重生命 保护生命 从社会意义的角度来说 一味地一刀切的禁止 其实也是对我们社会的 这个发展 或者说医疗事业的发展 是一个阻碍的力量 所以目前来讲 我们关于人体器官移植的 这个条例 还有这个相关的立法修订 其实已经提到了 我们的立法议程 我们这个立法的 这个修订的趋势 应该是说进一步完善 和细化人体器官捐献 和移植的相关的这个规定 同时在一定程度上 大家也提出讨论 是不是有条件的 适度放开 无明示行为能力人 或者是限制明示行为人 生前对自己的人体器官的 捐献的渠道 就像小九月这样 没错 而且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我这个捐献 人体器官的捐献事业 它并不是有多长 很长很长的一个时间里 它是伴随着 现代医学的发展 才逐渐起来了 所以实际上 在这个过程当中 各种观点都在不断地碰撞 各种观点都在不断地平衡 我觉得应该充分听取 各种不同的观点 他们对于这个事业 对于这样的一件事情 所表达出来的观点 在这个过程当中 充分听取大家的意见之后 然后形成法律条规 才后形成相关的规定制度 我觉得这才有益于 说我们在器官捐献的 这个过程当中 既能够保证 一些需要器官捐献的人 他的生命权 能够保证 这样的一个事业的发展 但同时又能够 不危及我们整个社会的 伦理道德 不危及我们整个社会 的人权保障 对 实在在变革 那么观点在碰撞 这是非常正常的 比如自古以来 中国人那骨子里边的想法是什么 身体发肤 受之父母 我们无权处置 是不是 那到现在为止 很多父母 包括这个本人 都已经想明白了 人终有一死 死之后 怎么能够让自己的价值延续 其实器官捐献 就是最好的一种 实现方式之一 是吧 比如说下面这位 那这是2017年4月 发生在浙江嘉兴的 一场交通事故 在这次交通事故当中 刘万勇 21岁的女儿叫刘国群 她不幸离开人世 那为了心里那份 让女儿可以一直活着的愿望 刘万勇决定捐献女儿的器官 2017年4月25号8点21分 浙江省嘉兴市 油泉路双西路口东侧 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 受伤驾驶员被120救护车 迅速送往附近的医院进行治疗 商者名叫刘国群 21岁 驾驶电动自行车行驶途中 没有佩戴安全头盔 操作不当 造成了无另外当事方的单车事故 刘国群是唯一的事故当事人 躺在急救室的他 一直处于深度昏迷状态 经过一系列检查 医生们发现 刘国群的颅内有大量的淤血 为了缓解他的颅内压力 医院为他做了颅骨钻孔引流手术 可手术之后 刘国群的情况并未好转 看着女儿躺在病床上 插着呼吸机 呈现出脑死亡的状态 刘万勇反复求证 他不忍心 看着维系女儿生命的管子被拔掉 他希望女儿还能活着 心脏还能一直跳动 他不能接受失去女儿的痛苦 过去的表姐夫 他在山海岛 他家有些事面肯定比中国还多 然后他就跟我说 医生说已经大了死亡不行了 他说干脆的把这个器官绝学 他说他人才一二十岁 绝学嘛就是感觉他还存在 为了他心里那份 让女儿可以一直活着的愿望 刘万勇决定捐献女儿的器官 家人尽管伤心 但没有表示反对 刘国群的弟弟也表示支持 得知刘万勇主动提出捐献女儿器官的消息 嘉兴市第一医院迅速联系了嘉兴市红十字会 浙江省红十字会指派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严磊 迅速赶到了嘉兴了解相关情况 就是首先对病人那个出病情了解一下 这个病情到底他怎么样的病情 怎么样的人 首先要了解这些东西 那基本性是了解好之后 那么询问相关医生 他家庭关系怎么样的关系 那么出一个什么事情会躺在 当时的接护社里面 身外的医生的开出直觉以后 现在目前突破评估 早死亡 加上同性渐线 国家有一个叫受体等待系统 我们把它录于这个系统 根据受体的年龄 病程的长胆 以及其他的I3A配型 就是配型的资料等等等等的资料 来进行排队打分 自动他会把他排队 排出一个顺数来 经过筛查比对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有相应匹配的受体 即将捐赠的心脏器官 也在北京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受体 然而之后 还有一项重要的过程必须要做 那就是对器官捐献者进行脑死亡评估 五国对脑死亡有着严格的判定标准 尽管嘉青市第一医院的医生初步判断病人已经脑死亡 但这一二院脑重症医学科主任胡颖红带领专业团队 还要对刘国群进行一系列的评估 以确认他的脑死亡是否符合判定标准 经过这一二院专业团队对刘国群脑死亡情况的评估 首先判定出刘国群的脑部发生了气质性病变 没有了自主呼吸 其次没有了脑电波 没有了脑血流 根据目前我们国家危机已经出台的脑部评估的一些技术 以及它的标准 把这病人最后的判定是完全符合我们这个脑死亡的标准 尽管刘国群的家人已经同意捐献他的器官 嘉青市第一医院的医生也判断了他确实已经脑死亡了 但这也不是说捐献就捐献的 还需要进行一系列的评估 来确认他的脑死亡是否符合判断标准 应该说这个标准是可以判定的 那可见这个器官的捐献程序是多么的严格 那在这儿呢我们先请教一下黄律师 这个程序到底是什么 您了解的情况 你看啊 器官捐献确实是一个非常严格的这个事情 你看我们前面那段呢说了很多说关于这个捐献的这个程序 报名的资格 那么在这段我们看到医疗部门呢 他们所决定的这个 对于这个判定捐献者的脑死亡 它有一个严格的慎重的这样的一个程序 为什么如此做出这样的规定呢 其实这也是对于捐献者的尊重 也是为了充分保障受者 接受这个捐献器官的人 他的医疗权利 以及他的这个手术的合法性的一个保证 因为我们目前对于这个医疗 对于人体器官捐献的这个报名程序 脑死亡 或者说人体死亡的这个判定程序 还有这个器官获取运输 受体的选择 手术的判断等等一系列 这都是有这个非常严格 或者是非常这个完善的一套秩序 王磊 那你来说如此严格的程序 它的意义到底在什么地方 其实我们在这个片子里头 我看到了说最后这个 虽然医院已经判定他是脑死亡了 但是在真正移植之前 还要派出一个机构 对他的脑死亡进行真正的鉴定 我觉得还是非常震撼的 我觉得这就是对于人的生命的充分的尊重 因为你想啊 假如说这个人他要进行器官移植 真的把他的器官移走了之后 那这个人就是真正的死亡了 对 但是现在的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只能判定他是脑死亡 那这个脑死亡到底怎么判定 如果说他们不算医学意义上的脑死亡 那在这个时候把他的器官拿走 那实际上和等同一杀人 所以这个实际上 这个人还活着呢 对 还有清醒的意识 只不过不会表达 是不是 然后你把我的零件摘走了 你说我能不跟你急吗 所以从程序上严格一点的话 是为了保证 这个我们是能够真正的在生命上 是尊重这个捐献者的 是真正的能够保证说 我们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 所谓医学的伦理的争端 让大家真正的相信 我们这个器官捐献事业 是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 为了人类生命的延续才所贡献的 而不是为了某一个人的利益 对 还有 它毕竟呢有一些特殊情况 那能不能稍微简化一下程序 我觉得不能特事特办 一方面是为了保证这个生命权 另外一方面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要告诉全社会 我们这个器官捐献 是有着严格的程序评定的 是有着严格的这样的一个 分配的程序的 黄励志 因为目前来说 我们这个器官捐献呢 应该是还是一个 需要再进一步完善的一个事业 而这个呢 它的社会价值 社会意义是非常大的 但是呢 如果是在某一个事情上的 特事特办 可能在这个事件当中 本身觉得说 我是实现了我的这个 这个美好的愿望 或者说我的出发点是好的 但是特事特办 对于整个事情 整个事业的发展 一定是一个很大的损害 为什么我们现在的 器官捐献的比率非常低 一方面当然是大家的观念 一直还受这个传统观念的影响 另外一方面就是很多人 对于器官捐献的这种目的 去向最终的获益 这样的一个程序 觉得自己不相信 因为程序的不规范 必然导致这个结果的没有章法 那么这个没有章法的话 必然导致社会更多的质疑 而这样的话 对于整个这个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的 这个社会发展来说 一定是一个很大的损害 特事特办的这个事情 程序上的可能的一个 各案的程序的这个变动 其实伤害的是整体这个事业的一个 实体上的一个权力的发展 好的 我们还是回到今天的故事中 在确认刘国群达到捐献条件之后 他的肝肾眼角膜 准备运送到杭州进行移植手术 那么心脏将会运送到北京 就这样 一场关于生命的接力开始了 2017年5月4号8点 器官获取团队的医生 怀着崇敬的心情 进行器官获取手术 取出了宝贵的心脏 肝脏 肾脏 眼角膜 并与刘国群做了最后的告别 按照既定计划 两个器官冷藏箱 从嘉兴市第一医院 用直升机被运送到杭州 萧山国际机场 然后装有心脏的冷藏箱 通过民航客机 送往北京腹外医院 另一个冷藏箱通过直升机 送往浙医二院 随后 刘国群的一颗肝脏 两颗肾脏 分别被移植到了病人的体内 挽救了三个人的生命 他的眼角膜经过分层 也使得三个人的眼睛 重获光明 然而运送到北京的心脏 由于配型的原因 没有进行手术 虽然没有完成移植 但是刘国群的心脏 仍然可以用于医学研究 刘万勇捐献女儿器官的消息 在浙江嘉兴不禁而走 嘉兴市第一医院的医护人员 看到刘万勇家庭经济困难 热情地伸出了援助之手 接受了十多万元的社会捐款 刘万勇带着女儿的骨灰 回到了四川老家 然而这些帮助他改善 家庭生活的爱心款 在有些人的眼里 竟成了卖女儿器官的黑心钱 刘万勇反复地向村民解释 他自愿无偿地捐献女儿器官 不是为了获取利益 当适者他把器官捐献出来的时候 他是没有得到任何报酬的 捐责的家庭生活比较困难 我们可以给他一定的经济上的补助 但是绝对不是器官的费用 经历失去女儿的巨大伤痛之后 刘万勇的生活归于平静 他回到浙江温岭继续打工 靠自己的双手挣钱养家 每天从早上七点半到晚上九点半 辛辛苦苦地工作 他说他现在最大的期望 就是儿子能够好好读书 将来能考上大学 一颗肝脏 两颗肾脏 挽救了三个人的生命 眼角膜也让三个人重获光明 可这样的救人行为 却在有些人的眼中 变成了卖女来赚黑心钱 这种指责在伤害家属的同时 是不是也让一部分 有意愿捐献器官的人 不误敢捐 然后不愿捐了呢 在这儿就想跟二位来探讨一下 如何做才能够打消 他们心里边的这份顾虑呢 王磊 实际上为什么大家会觉得说 这个家长是在卖黑心钱 就是因为这里面出现了 所谓的一个捐款出现了金钱 而器官捐献又是一个涉及到生命的 这样的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 你看就是不管是我们国家 还是世界其他国家 关于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的 这个相关规定当中 都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就是器官捐献必须遵循的是 自愿和无偿 这个原则是不可以变的 为什么呢 在这当中如果一旦涉及到 这种有金钱的奖励 或者是交易的话 那必然会改变这个器官捐献 这种捐助的本质 那么有可能演变成一种交易 那么这种交易是有损于人伦的 有损于这个社会道德和伦理的 那么我们国家目前的 这个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当中 也明确规定 是不能有任何这种交易的形式 我们要提醒大家 这个器官捐献的黑市交易 不是说我们在这推测出来的 异断出来的 而是真实存在的 原因就是因为 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这样的一个器官黑市的存在 所以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 出现了和金钱沾边的 各种各样的交易 或者是各种各样的 我们所谓的这个奖励 或者是这个捐助 都会引起这样的一个 器官黑市的这种交易的 产生和发展 但是是可以给予捐献者家属 一定的补偿 但是这个补偿 没有一个具体的 一个标准说法 也没有一个说 一一对价的这种 记取的方式 那谁来补偿呢 这是由这个捐献机构 由机构给予 这个捐献者补偿 而不是由受体来直接给予 因为这个受体 它是有相应的 这个医疗承担的费用 包括器官捐献和移植 当中发生的所有的费用 这个是有明确的规定的 但是受体和供体之间 是没有直接的 这个经济往来的 有没有一点适度的 这个危机 咱不叫奖金 也不叫这个 这叫什么 一种肯定 对 一种鼓励 那这个是应该是什么东西 能够稍微的 危机一下我的这个心灵呢 所以您说的这个问题呢 我觉得也是咱们 在下一步的 关于人体器官移植 这个相关法律和规范 这个细化 应当做的一个方向 比如说这一块内容 我们这个自愿和无偿 这个原则是必须坚持的 必须是不能动摇的 但是对于捐献者 以及家属的这个经济上 或者是心理上 精神上的这种 慰藉和鼓励 以及肯定 是如何给它做到细化 以及这样的一个规则的话 也是对社会 有一个公式的效应 你们俩又没有什么建议 我也见过 就是有网友提过类似的建议 就是说比如说 对于这个器官捐献者的 这个家属 在今后的看病 就医的过程当中 可以给他们一定的优待 和这个帮助 这一点我觉得 是不是在我们未来的 这样的一个器官捐献的 这样法律法规的 制定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是可以讨论的 也是可以考虑 是不是可以加入到 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去 这个配套措施里面 需要我们各部门的参与 比如民政部门 对于这个器官捐献家属的 这个生活医疗 生活保障和医疗保障 以及在这个社会上的 其他的这个社会福利的 提供的时候 是不是有一个加分的项目 所以这些呢 是我们说法律也是立体的 不是孤立的 需要由各个部门 和各个部门的法律 来共同参与的 不是说金钱才是一种奖励 其他的各种各样的精神上的 然后这种福利上的 或者是社会保障上的 它同样也是一种奖励 对 那这种奖励最好让被接受人 能够舒服 是吧 好 再次感谢二位 因为这个器官工体严重匮乏 医生们往往是束手无策 那家属们总是无能为力 但其实生命凋零之后 魂归尘土 若身体的一部分 能够救一个人 帮一个家庭 那我们的器官 也是在以另外一种形式存活着 是实现自己人生价值 和延续生命的另外一种途径 器官捐献 让生命接力全行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我们下期节目